亲爱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 上期节目我谈了马斯克的一个预言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谈一谈这个预言吧 就像聊八话一样的 给大家聊一聊 网友们也不要太过于认真 就当 娱乐娱乐是吧 放松一下 生活 不就是这样吗 吹吹牛聊聊天 逗逗虫 聊聊八话 其实这个预言呢在全世界 都是有的 美国那边西方什么占星术 包括印度 也有占星术 还有 像非洲 我看也原始部落有一些网友拍的视频 有一些原始部落 就是通过 屠宰一个动物 然后根据他那个血液嘛 然后让血液 的一个 什么就是血液的一个流动 然后他进行预测 有一个原始部落嘛 有一个原始部落嘛 他当时看有一个网友拍的 那个老头说 说他儿子啊 他说咱们村有一个有一个女孩子在诅咒你 还有 还有这个印度的 印度的一个叫 阿南德的小伙 90后的一个小伙 他还是一个研究生 是一个生物学的一个研究生 据说他在8岁的时候就会预测 然后 5年前 他预测了一个视频 预测大瘟疫嘛 然后 几年之后 就是到2019年的之后 这个视频 开始在海内外 就是 爆船 这两年 可以说 都成了网红了 他就是经常预测嘛 就是很多人也比较相信的 其实呢 中国的预测的时候 古代的时候 我们的古人已经把这种 预测的时候 达到了一个灯红召集的一个境界 确实说可能是 大自然 赋予了古人这样的智慧 然后把这个预测的时候 玩到了一个 非常 牛叉的一个境地 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一套理论 那我今天主要就想给大家 聊一聊一个 预言 这预言就是 山西 太白山刘伯文碑文 这个预测呢 这段预言啊 我最早看到它的时候在 在网上看到的是在2010年上传到 百度铁巴上面 2010年网友们记住了 这个时间是不会错的 因为它上面有 上传时间嘛 我大致想给它自己 古文的形式出现 那我接下来 评价我的记忆 用白黄耳给大家去讲一讲 给大家 当然 八卦一样 聊一聊 据说这个 刘伯文的碑文啊 是在文川大地震的时候 被震出来的 然后就 被世人看到了 刘伯文大家应该知道是 明朝的一个 就是朱元璋的一个 谋死 后面也当大官了嘛 这人也天文地理什么的都有 都懂 他描述了一个 一场大瘟疫 他说这场大瘟疫啊 是在湖广 湖广发生 古代的时候指的是 湖南湖北 是在诸蜀年 诸蜀年就是诸年 或者蜀年的时候 过去我们不是用 六死甲子 天干地支来纪念吗 他说在 诸年和蜀年的时候 在冬天的时候 会爆发 然后他说这场瘟疫非常严重 就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 他说这个富人啊 一万个里面 就剩下 两三个人 然后 穷人呢 一万个里面 能有一千个人 剩下 就说的特别可怕 然后他描述了这个 大瘟疫的一个产状 比如说人死了 没人敢去捡 然后有的 反正就是整个描述的这个产状就是 有的死了没有衣服穿 有的 没人敢碰他 然后有的是 家里有饭 然后没人吃 反正就是 整个就是这个很惨 文中说的大瘟疫是在 什么时候结束呢 他是说在那个 龙年和蛇年 才能结束 啊 就是说 他是从 猪年和鼠年开始的吗 然后他说要到 龙年和蛇年 这场瘟疫就结束了 我们计算呀 啊 这个 从鼠年开始吧 说 直 仇 银 毛 成事 那中间要隔四年的时间就 就说 这个瘟疫呀就消失了 还有描述什么 说 说你这个地呀 你说地要是 在那荒着的话 你可能到时候就没饭去 就是云 就是饥荒到饥荒这种情况 就这个意识 就是 粮食有可能就有 出现问题 当然他 他描述过四川 四川那个 就是 他说你看这平地呀 一样就像蒙古一样 出现了 蒙兽一样 就是叫的很可怕 就是描述了那种就感觉像地震的感觉 他就告诉 但是文中 他说什么 怎么可以 避免这种 这种事有发生的 他意思是说你要 真 要善 要善良 人要善良 要纯真 要干好事 他说你可以躲避这些 然后他又讲到了这个元宝 他说你看这个元宝 那过去元宝不是讲的是钱吗 是吧 钱就是元宝那个金元宝那种 就是钱财吗 讲的 就是放到现在就是子的钱对不对 他说你看这个元宝啊 他 他特别你看他看上去 他说你看真好 他说看透了又用不了 然后 然后他说什么 你看这个元宝啊 就是 掉在地上了 哪怕这个地啊 裂个缝 都 都无所谓的 大家想想看 就是很奇怪是吧 他讲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 今天的这个加密货币呢 是吧 他加密货币就是一个不存在的 他就是一连串硕制存在的 是吧 他哪里会掉在地上啊 这个东西 是不是 就是特别神秘 是吧 你觉得我们古人是不是 啊 已经非常超前了呢 是吧 今天的加密货币是不是已经 在几百年前都已经被我们的刘波恩给预测出来的了 是吧 网友们 欢迎你们留言啊 你们有什么样的见解了